魏杰女士 剛才我們接了很多聽眾觀眾朋友 電話有談到不同的問題 首先我想要問您的就是 也許很多人會問您這樣子的這個問題 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緩解了世界人口還有環境的這種壓力 等於是為世界做了好事 那您是怎麼看這樣子的這種評論 首先我想要先回應 第三位先生他說的 說六個孩子都被殺了 他們都是獨生子女 我真的是覺得很難過 我自己也只有一個孩子 如果說我的孩子在意外死亡的話 我當然是會非常非常傷心 既然他是基督徒的話 我就要說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他們 那一胎化政策 剛才有人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政策 對於世界有很大的貢獻 因為減少了多少的聲譽 我要說的就是 其實中國的這個一胎化政策 這樣子的說法在哥本哈根的會議上面 中國共產黨他們站起來說 這減少了4億的人口 也是降低了全球暖化的問題 我要告訴這些人說 人類並不是走來走去就會排放碳的 我們的價值觀是超越我們使用的煤 使用的電 使用的水 我們吃的食物 是超越這些的 我相信的 我個人相信的是說 人類是以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 我們不應該用這種方法去消滅他們 因為以為說我們使用了這麼多的資源 就去消滅他們 這個政策這樣子實行 如果說我們用教育的方式去教育說 我們應該只要生一個小孩 和使用這種強迫的政策 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有很多婦女都是被強迫的 但是我在這裡想要談談男性 因為大家通常只談婦女 最近有一個案例 今年稍早的時候 有一個計劃生育的警察 跑到林夷縣 就是城光城他住的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去 他們想要去叫一個婦女 去叫他強迫劫渣 然後他們就去 因為這個女孩子不在家 他們就去毆打他的父親 那有一個警察 他就拿了一把刀去刺殺了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就被刺死了 這就是一種謀殺行為 這是在強迫執行 一太化政策的時候 一個謀殺的行為 另外在我一個報告當中 這個報告最近才出台的 裡面還寫了很多其他這種暴力行為 有可能不是在中國 隨處都有 但是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如果說有一個人 違反了這個一太化政策 那他的親戚 家庭都會受到影響 比如說他的父母 他的左父母 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叔叔阿姨都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受到牽連 所以我知道有一個案子就是有一個 非常非常人非常非常好的 很善良的一個農夫 但是他的兒子被以為 被認為說他生了第二胎 然後只是寫有這個可能而已 但是他們就抓了這個農夫 然後把他毆打致死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有一個女孩子 他生了第二胎 然後這個生育警察來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們不只是跟他收罰金而已 還拿了一個瓶子 去把這個先生的頭打破了 那現在這個爸爸已經 就是變成一個永久的殘疾人 所以這都是要實行一太化政策的 這些殘暴的行為 是 好 我們來接聽一下 這個廣西李先生的電話 廣西李先生 廣西李先生請說 好 李先生不在電話線上 湖北 張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張先生請說 雖然我是強烈的反對 中共的獨裁制度 但是中共的激發生育政策 是唯一支持的 因為中國人口素質的提高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亂移躲身的 中國一定會像日本一樣 像日本人一樣都不亂移去躲身 所以現在雖然 因為現在你強行要生的話 頂多也就是法法 對於人權的践踏 相對於其他方面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溫和了很多 而且那種 他剛才講的那個什麼 千年其他人什麼那種謀殺 那只是個別行為 也不是什麼國家政策 所以我覺得計劃增入在中國 應該是百利毫無一害的 好 謝謝您的評論 我們等一下請瑞杰女士 再發表她的看法 我們來接聽一下 湖北李先生的電話 湖北李先生請說 不是李 我是呂先生 好 呂先生 湖北李先生你好 好 嘉賓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說的觀點就是 這個一胎化政策 它已經是直接或者間接 製造了人間的多種慘劇 你就是說我們這個家庭 我的這個弟媳在16年前的話 強迫去墮胎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家庭 本來就是小孩還不夠 說我們弟兄四人 這個小孩都沒有滿足 我們這個弟兄四人的 每一個人的一個都沒有分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不法分子 他就把我這個弟媳弄去的話 直接墮胎 而且直接把一個活生生命男嬰 給發害了 那就是說這些殺人者 是誰造成的 第一是毛澤東這個罪核獲受 毛澤東把這麼多人讓他生了 後來鄧小平這個罪核獲受 就直接殺人 殺人而且是殺胎兒 這是非常可耻 也是非常殘忍的 我的觀點說完了 好 謝謝您呂先生 謝謝您打電話來跟我們分享 您這個過去這個慘痛的經驗 我們來跟接聽一下 這個天津張先生的電話 天津張先生你好 是配直播 是 你好 張先生 請說 我頭一次打電話 非常謝謝您打電話 其實我是從農村 然後考了大學 其實我聽咱們美國之音也聽了很多 我覺得咱們說的很客觀 但我覺得這個計劃生意這個事 我覺得這樣 要考慮為啥他要說多胎 其實不是父女要多生 其實本身這個是中國傳統的關鍵 是一直沒有 社會福利的一個寶藏 那麼就是說 他生小孩 他 你這 可以猜種自身上的 或者每一個沒有說啊 他要 女兒生什麼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女兒家裡他叫兒子叫養老 就是每一個他 他生了五六個女孩 他最後還要生個男孩 如果生了一個男孩 他可能不會再生 那從我來 從那個農村的經歷來長大來講 就是說我一個孩子 你看一下城市 他一個兩個孩子他就夠了 就是農村這個心 就是他不是說政治也好 是約束也好 這跟著沒關係 確實因為是一個自然的發展規律 我想說這個 好 咱們這個 劉政策不能太片面 就是我想說這個 好 謝謝您 好 謝謝您 張先生 謝謝您的看法 好 等一下我們再請瑞姐女士 來談談評論一下您的這個說法 我們來接聽一下福建的方先生 福建 方先生 你好 喂 你好 方先生 我姓莊 好 莊先生 福建 莊先生 你好 好 我認為搞計劃生意是很好 但是中國搞計劃生意就是利用打著這個計劃生意的行為來收刮民財 還有加上這個媒體 還有加上這個媒體也沒有認真地做到計劃生意的先存 還有他如果有正確的先存 我們說像現在這個養兒黃老這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 現在人如果死了也是燒了鼓勵也是一點點的 我認為中國計劃生意的問題都是這個制度造成的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好 謝謝您莊先生 謝謝您的評論 瑞姐女士 剛才這些聽眾 觀眾朋友談到了非常多的這種不同的這種問題 有人說像您舉的這個例子 也會有人提到這個說 是不是這只是一個個別的這種案例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您特別想要補充的 我想要說的一個就是剛才好幾個人說到 中國人只想要生一個小孩 這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是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不讓那些想多生的人多於一個孩子呢 因為有些人是完全不生的 那如果說其他人也不讓他多生的話 中國的人口是會變老且人數會變少的 這個現象已經在發生了 尤其是現在中國的青壯年的人口變少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不夠 這些勞動力不夠 所以工廠已經向中國以外移了 移到那些勞力比較便宜的地方 那剛才有人談到說 這個液態化的政策帶來了 這個官員呢 就是貪腐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裡面也談到了 在福建有一個村落 我剛才談到了就是會牽連到他的家人 有一個人懷了第二胎或第三胎的時候 他的家人就會受到牽連 他們會被抓去被受到酷刑等等 然後還要叫他們去上課 然後上課還要叫他們付錢 但是這個上課只是個幌子 其實是去虐待他們 所以有很多這些計劃生育的官員 來到某些人家裡 那這個人其實他並沒有違反到 液態化政策 但是這些警察就會說 你的媳婦沒有交他的罰金等等 然後他們就會隨便向他收這些罰金 他根本沒有違法 就隨便跟人家收罰金 那還有另外的例子就是有一個人呢 他的這個支票就是罰金的支票 晚了一天而已 只晚了一天而已 他和他的先生就被抓去 就被抓去痛打了一頓 這種事情呢就在計劃生育當中 就常常發生 那麼在中國呢看到 有人看到這些婦女的權利 遭到這種暴力的侵害 還有這種很多這種 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發生的這種暴力行為 也有人站出來為這些人說話 那麼其中最主要的 也是現在大家最關注的一個人呢 就是這個盲人律師陳光誠 我知道您的這個組織 女權無相界對於陳光誠的例子 是非常的關注的 可不可以請您跟我們介紹一下 最近關於陳光誠 您有什麼樣的這種進展 可以的 大家可能知道陳光誠 他是一個盲人的這個維權人士 他呢曾經幫助了林怡縣的好幾千個 這個被迫計劃生育的這些婦女 那他曾經被關押過 是在2010年的時候被放了出來 但是被放了出來之後 他和他的太太都經常被毆打 而且不給他醫療的照顧 那我知道最近的一些發展 就是中國共產黨給他蓋了一個牢籠 我好像要把他移到這個盲牢裡面去 但是這我不理解 因為他們現在住的這個家裡 就已經像一個牢房一樣了 因為有好多好多警察24小時 不斷地在監視他 所以我實在不懂 為什麼共產黨還要蓋另外一個盲牢來關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6歲的女兒 政府不讓他去上學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是要去處罰陳光誠 還是因為說他6歲女兒是第二胎 是不給他教育 還有另外一個消息 是他們關押了陳光誠的哥哥或弟弟 那有要去看陳光誠的人也被關押了 所以我和其他一些組織合作要去宣傳 我們要呼籲去釋放陳光誠 我們這個書上已經有超過5000個人的聯署了 要呼籲去釋放陳光誠 還有另外一個聯署是要反對中國的強迫生育 裡面有80個國家的人簽署的聯署 大家都要希望陳光誠能夠被釋放 然後去結束這個一臺化政策 好 謝謝瑞姐女士 我們繼續接聽聽眾觀眾朋友的電話 湖南李先生你好 湖南李先生請說 你好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是這樣的 我覺得咱們計劃生育就是30年以來 我覺得就是發揮了 計劃生育發揮了這樣的影響 我們是不可否認的 因為咱們中國的人口 人口怎麼說也說 計劃生育是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這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嘉賓 就是說咱們中國計劃生育 什麼時候可以終止 因為咱們中國30年以來 咱們現在大多數的人可以二胎 咱們希望可以二胎可以繼續 但是從咱們目前中國的國情來說 我們可以 好 謝謝您李先生 好 謝謝您的評論 還有這個問題 等一下請瑞姐女士來回答 山東孫先生你好 山東孫先生請說 好 孫先生不在電話線上 江蘇張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張先生請說 是我吧 實際上實現計劃生育也是中國的一個災難 一個從農群的 我們農群的這個方面來講 如果有一個家庭 也是那第二代 可能要租林九州 甚至他的姐姐妹妹 甚至哥哥弟弟都要被政府抓去的 第二個嘛 這是中國的能口問題 我看中國能口是發達的地方 是能口是越多的地方 而且在這個 我們那個濱江西部的那些地方 是能口很少 實際上是不發達的地方 再加上是中國的這個老齡化問題 是 中國的這個水位婦女太育方面 實際上不是公元堂是 這個為老百姓造婦女 實際上是老百姓自己 為自己解決自己的養老保險問題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張先生 謝謝您的評論 我們來接聽一下 這個江西的李先生 江西李先生 你好 江西李先生 請說 我是林先生 林先生 江西 林先生 你好 這個人口政策 上次毛澤東犯了的嚴重錯誤 50年代 60年代 這個激素很大 毛澤東說的人口能多好辦事 就是一句話 所以就多生了56億人下來 現在導致這種人口的結構的嚴重的不平衡 現在80年可以開始激發生育 人口有計殺者 鄭小平 這個也是對的 那你這個人口否則的話 你人口現在起碼突破20億 要是不是激發生育的話 那麼造成什麼原因 那麼這個住房 糧食 人員 教育 就業 這個環境 這都一系列的問題 這個地球要撤光 就根本就沒有辦法生成了 要不計劃生育的話 現在人口總量還是很大 但是人口又有老齡區 老齡化 那當然了 這個要逐步的 可以放鬆到兩臺 以後的這個兩方都是多生育 你可以放鬆到兩臺 要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四到二十年的過程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林先生您的這個電話 瑞姐女士 您怎麼看剛才這些聽眾觀眾朋友的說法 我同意 剛才第一位先生她說的 這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這個政策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這個政策剛開始的時候 本來只是要暫時實行的 並不是要實行三十年的 應該早就結束了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 這個政策是不是有達到它的目的呢 我們現在看到在某些地方 就是農村地區他們的孩子 人數不夠 另外的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生一個小孩 農村生一個小孩 然後這個小孩卻搬到城市裡去 所以還是沒有小孩子可以幫他們做農事 也沒有小孩可以照顧他們 在三十年前可能一個家庭有六個小孩 但是現在呢是人口變少了 因為在農村地區他們需要更多人 才能幫他們做勞力 那麼就是瑞姐女士 那麼在您看來呢 您對這個計劃生育做了許多的批評 您是否認為這個中國政府 應該現在就要結束這個計劃生育政策呢 我不能叫中國政府要做什麼 但是我可以說的就是 中國政府真的應該要 去處罰那些去虐待人民的那些幹部以及警察 這些幹部呢他們去傷害別人 去把人家的頭打破 去把人家的手折斷 去隨便收這些罰金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很重地處罰這些警察 而這些實行一胎換政策的人呢 他們真的是腐敗的情況太嚴重了 所以中國共產黨應該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讓人們呢可以過得快樂 好 非常謝謝女權無相介組織總裁瑞潔女士 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大家收聽收看 由於時間關係呢很抱歉 無法接聽所有聽眾觀眾朋友的電話 希望參加節目討論朋友 請您下次提早打電話 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什麼建議 歡迎您到臉書Facebook的網站 搜尋張佩芝 工廠張佩服的佩 林芝的芝就可以找到我的臉書網頁 通曉美中大使鎖定美國之音 除了通過短播和衛星電視 接收美國之音的節目之外 您也可以到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 通過視頻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網址是 www.voachinese.com